由于受到尼泊特台风的影响 许多与民众有关的权益 也要让民众了解与知道 台中县税务局局长李肃勤 特别说明灾后对于各项税捐减免的办法 针对房屋受损的部分 税务局事实上就即使启动主动关怀的一个行动 我们是结合乡镇公所 各位乡亲朋友大部分都会到乡镇公所 申请房屋损害的补助 所以你只要有到乡镇公所去申请 就不用到我们税务局来申请 我们会根据你在乡镇公所申请的资料 主动来和解你106年度的房屋税 因为我们今年的房屋税开征期是到6月30号截止 那你现在7月初受损 我们会在明年的房屋税单开征的时候 主动跟你减免 那如果你还没到乡镇公所去申请的 提醒你记得第一个动作一定要先拍照 第二个动作到乡镇公所去申请 那如果你到乡镇公所这个申请已经过了期间 也没有关系 我们这边只要三个月内 你有这个照片的证明 打一通电话来 我们就可以受理 那第二点要跟乡亲朋友这个说明的是 因应这次风灾来 大家都忙着重进家园 那我们在风灾来之前 你有收到我们台东县税务局开出的各类税单 比如说是房屋税 还有排照税或地下税的部分 那为了让我们朋友们安心的整理家园 你可以在这个一个月内拿着这个单子 到我们税务局来 我们会跟你展期 请记得到税务局来办展期 这个就要拿着原来的税单来办 那这样子的你才不会超过缴税的期间 那因为超过缴税期间 你每两天会有增加2%自纳金 那我们希望这个至少这个能够减轻 各位朋友在风灾之后呢 不必要的一个这个自纳金的负担 所以记得这段期间 如果你还有台东县税务局开出的这个税单 还没有空去缴的 先来办展期 才免得增加自纳金的负担 针对受损房屋土地等都有进行实地勘查 也希望采取重述重宽原则 来协助民众办理减轻纳税义务人的负担 东南新闻范耀玲台东市采保报导